但是它都很厉害 它都很厉害 055个 这个是到大西地是052吗 052 052D 7000吨 我们最大的是 那055是12000吨 12500 那它那个带的导弹可以带核导弹吗 不行 那都是那个叫做垂直发射的 那个不是核导弹 因为我最近看到很多介绍055 055的讲 这真的很厉害吗 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全世界第一厉害 真的 连美国都望尘陌棋 核阻器是巨浪导弹在发射 那是潜艇 潜艇是可以 核潜艇就是发核导弹 对 对 核潜艇就是发核导弹嘛 对对对 核潜艇就是发核导弹嘛 对对对 核潜艇就是发核导弹嘛 不见到有两种潜艇 不然躲在海底那么深 打到常规导弹不划算 它的单数的 不是 它要扶起来打吧 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但是它要光上跑 它不能够说在很浅 很深的你水压多大 连推都推不出去 是 推不出去 对 那个能够造出核能潜艇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那当初它是有俄罗斯在帮它 如果它自己的话 可能要长远一点都 所以它的航母已经做核 绝不是问题 为什么 潜艇的更难 潜艇的那个要求更难 更小嘛 那那个航母一下大那么多 它不是问题 但只不过它现在还没有做 我认为它第四招也是核 迟早的是 第四招应该就是 现在三招了 第四招什么时候会出啊 目前据说已经 停了楼梯一直在想 不是说上次的那个海军节 也有看到就是 有那个 对对对对 现在第四招上的那个舰在舰 叫什么尖三 尖三叔 尼沙路最关于讲 九二共识 我们国民党之后 我们会去九二共识 那个潜水艇 和航空母舰借一条来玩玩 九二共识借来航空母舰玩玩 九二共识包括一扫航空母舰借来玩玩 哎呦你怎么突发奇想的 你难道当立法 你不知道立正进党的想什么吗 两岸化解 最重要的指标是军事 对 我当初民意党一上来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提过一个议议 你知道什么议议 今年远航我们的韩军到对岸去访问 对啊 那是一个哇 大时代的不得了的事情 那是一个多大的一个信号 不要说 为什么不行 光靠香港就已经会轰动全世界 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化解的信号 你说光靠香港就好 你说我们这样去远航当中 大家还会认为两岸会打吗 不可能吧 就化解所有的这个猜测 对 就是这个军事 后来不是有甲午一百二十周年的纪念 一百二十周年纪念 我第二个建议 就是我们一起两边的海军 到那个黄海那个作战的地方 一起举办一个仪式 丢个花圈 你看这多好 就是不要刺激日本人 你不要 不是 我们来提议 你一提议 退休将领又没共了 不是 我当初讲这个 大家都说好啊 是啊 是啊 非常好 不是 看你跟谁讲 对啊 你跟废话 你跟我讲当然是好 军人都是好 就是不能跟民进党讲 我跟民进党讲 你看他听着两眼放光 这个是 这点他 我说什么九二共识 要走向未来啊 走过多久以前的 大家一起走向未来 因为我刚刚讲的 刚刚我们上第一趟的时候 讲到那个 那个抹红的事情啊 这个红是好事情啊 去世界没有哪个国家 不是社会主义的啊 社会福利啊 你在家中那些人 不是都在领着社会福利吗 对啊 你说社会福利金 对啊 是精神的 我们在台湾也是福利的 你这不懂啊 民进党不喜欢抹红 但是喜欢红包 对啊 对啊 喜欢红包啊 马上李尚福代表本台里 对啊 不是 我跟你讲 我们休息时间讲的 搞不好更精彩 我跟你讲 约老师请问等一下 你要讲哪一趟 我讲我讲 我讲李尚福也可以啊 讲李尚福啊 你要讲什么 因为那个第三趟是 这海军的 当然交给我们舰长讲啊 这废话嘛 对不对 这个当然那八牛 这个是你来讲啊 不是 我要讲的是 拜登忧虑什么 他为什么跑回去 我要讲的 其实我就让他心态 你要讲美债是吧 不是美债 他只会忧虑他的选举啊 美债他怎么会忧虑 美债不去大事 他个人啊 美债搞到他选举啊 对啊 不是啊 你这不懂 对 他所有的东西 都是最后的选举 那民调现在下滑 对 只要民调说反对恶务战争 明天呢他就叫他结束 那因为选举最重要 他现在已经 已经美国人已经反对 所以用这个支持川普 如果他选举的时候 因为这个东西民调 让他选输 你看看 他会不会让他下去 他在卡在那边 那我 民主党人主张继续打 共和党人反对继续打 然后中间选民 还在犹豫不决 还不知道哪一个 对我比较好啊 对